伏丁、奶酪、山草丼、果凍、茶凍 都看完怎么做了吧 大家都会做了吧 还没看得快取呼吸 因为要下挡了喝喝 那接下来就是 怎么吃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几款 一些动物们 怎么样用在饮料里面呢 营丹丹最常用的手法就是 这样做一大桶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咬个两时之后 稍微让它弄碎一点 做起来效果就会是这样 它的好处就是很省时间啦 而且也很方便 你这样做一大桶花一瓶 想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 咬两下就可以了 这是最常一件最险实的方法 接下来就是液体的时候 就直接进这个 这个容器里面去冷藏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方法的话 你要注意这个容器 你的杯子有没有买热 因为那个涂出来的液体 非常的热 你要注意它一定要买热 不然它会融化 变形之类的 可以前一天前做 或者你早上做下午用 确定它已经这样子 那几步之后 你就可以来倒饮料 想要卖这种动物 但是又怕动物 真的不会超出的话 就可以这样先把它预作起来 要用的时候 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倒上饮料就可以了 它也不只做一种颜色 第三种这种切小块的 大家喝过点奶茶吧 它又叫水晶奶茶那些人 它就是用小小的咖啡洞 来做成的饮品 这种咖啡洞 它要切成那么小块 就是一个小正方体的 是因为我们的凸吸管 吸取饮料的时候比较便利 所以它会切成 大概就是这个凸吸管 那种直径的大小 那如果你觉得很难切很费工的话 你可以买这种压熟的这种器具 回来压 就会方便很多 做这种小块型的话 你在入磨的时候 就不要选那种深的容器 因为它做起来会很厚 等于说你可能要再去对半切 把它切薄 就会很麻烦 所以就入薄薄的一层 这样的话 切出来效果才会有那种小正方体的感觉 随意导致这种是通用所有的动物的 第二种冷冻气质验的程的话 比较适合是先从冻奶酪这种比较软Q的东西 果冻的话它会太Q弹 怕你这样吸管插进去 会让顾客很难去吸取里面的量 第三种切小块的话 又跟上一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要切成小块的话 你就不适合用这种奶酪和图丁去做 因为它一切下去就软烂 就是会烂掉 所以这种的 相反来说 你需要做这种饮品的话 你就要选择果冻或茶冻 这种比较弹的 做起来效果会比较好 这种切长条的概念 跟刚刚那一旁很像 因为你要切 如果你要呈现这种卖相的话 你就要选茶冻或果冻 它的状态比较适合去做切条的动作 那奶酪一样就会碎碎碎碎的 所以不适合奶酪的话 就适合直接这样咬两勺进去 然后客户自己去吸取这样子 第五种 所以这种第五种是切大块的 切大块呢 主要就是它的视觉效果很好啦 那也从刚刚两种就需要切的这种呢 都建议还是做果冻茶冻 就是不要用固丁也不要用奶酪 它的成型效果没有那么好的话 是不定习使用的 那以上这几款中午的吃法呢 其实就是取决于客户的呈现方式 以这边来说好了 下面这种是入模式冷藏的 慢慢的冷藏一层一层上来的 上面这个呢就是切碎 所以倒碎之后放进去 就可以看到 它的效果就很明显的不一样 用液体下去凝固的呢 就是很整齐 然后最近就是比较 回忆一点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看客户想要呈现的感觉是什么啦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各种茶冻吃法 那这种颜色跟口感就是靠你们自己去变化 各种的口感就是可以看客户 喜欢什么口感就可以这样去做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浪漫Dag讲的不清楚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话 记得到便宜的官网去下载免费的线上教材哦